多年來我積極推廣運動 最重要我覺得企業組對員工的影響力很大 我希望能夠借助推廣運動 來讓夥伴們身體更加健康 生活更加美滿 那這也是我的一種社會責任 過去如此 未來我會繼續努力推動 因為我爸他是一個工作時間很長的人 那他在這麼長的工作時間內 他還是可以每天挪出時間段落 他就是時時刻刻的在用一種很規律的生活 讓我們知道說養成這樣的良好的習慣 對於你未來來說是很好的 我只要決心要去運動 我就會把時間切出來 就把它安排在我的日程裡面 這個就是把它當作每天二十小時的一部分 因為一個在念書一個在工作 基本上相同的話題很少 那很多時候就是藉由運動 促進我們對於彼此的了解 爸的關係比較像隊友 那我們比較不會像是有上對下的關係 這個父母親是孩子的一面鏡子 我們總是分享一下今天做了些什麼訓練 我做了什麼訓練 你碰到什麼困難 我碰到些什麼困難 這個就互相鼓勵彼此切磋 我想鐵人運動 對於堅毅性格的培養是非常有幫助的 一個人在他成長歷程當中 都是在為他長大以後做一些必要的準備 對於活動的學生 其實能夠集中的培養 他們能夠集中的培養 他們能夠集中的健康 他們能夠健康 他們能夠健康的健康 這個鍛鍊一個孩子 這個很好的體魄 對他的一生影響是非常大的 這學校不只是補師的地方 也是他成為一個健全國民很重要的一個教育場所 其實我從小真的到大都沒有運動 不是運動卡 所以在面試的時候 知道說就是員工每一年有要完成的運動目標 那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是喜歡運動的來到康萱 相信你會找到更好的自己 一個人出社會以後 誰對這個人的影響很重要 企業對員工的影響應該是非常大的 集團在推這個運動 那五行之間也讓這個組織跟這個團隊 在整個工作的效能上 是有大幅提升的 所以我們才定一個五個學分 像這一年五十個禮拜 要達成這五個學分 就像我一個禮拜就達成 他真的是身體力氣 真的是帶著大家來做 最重要的是 我要大家去做的事情 我都會去做 董事長是一個很正向 然後帶給大家一副很親民的樣子 平常來跟我們練習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會鼓勵我們大家 盡量的往前跑 盡量的超越他 大太陽底下 你看他的姿勢已經變形了 臉部的表情很痛苦了 可是他不會停下來 他還是一圈一圈的慢慢去完成 做Triathlon是一個很個人的運動 它非常是你對自己 當然是你對其他人 本來在那邊就跟別人說少了 鐵人賽本來就是以完賽為目標 除非我摔車 事實不允許我繼續完賽 要不然我一定會把他完賽 董事長他其實是一直覺得 從事鐵人三項跟他在經營企業的心境 是蠻像的 在整個鐵人三項的過程當中 他競爭的是自己 他挑戰的是自己 他每次參賽是挑戰過去的程度 辛苦是辛苦 但是內心非常的充實 過程非常的愉悅 對我來講都不會是壓力 因為我設定的目標 我認為我一定可以達成它 因為只要循序漸進 他要去看他的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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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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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